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纪念日 当日在香港,100艘渔船分别从香港仔、屯门等地出发 途经维多利亚港中华码头进行百艘渔船海上大巡游活动 庆祝香港回归23周年 百艘渔船簇拥着携游庆香港回归和国安立法的船只一路行进 吸引不少香港市民围观及拍照 巡游活动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 一艘接一艘的渔船列队出巡 参与的渔船分别挂上庆祝香港回归23周年 及香港国安法立法字句的横额 如庆回归保繁荣、拥护一国两制 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等标语 不少市民在船头举着国旗、香港特区区旗会舞 船只中央还有纠察船穿梭 现场热闹非凡 香港渔民团体联会表示 举行本次巡游的目的 除了庆回归及香港国安法成功立法 也期望给香港社会带来正面的信息 同时向市民宣传香港国安法 很多香港市民表示 看到渔船在海上巡游非常激动 有市民称 在香港回归祖国23年之际 香港国安法的通过是中央给香港的一份礼物 它能够解决香港社会出现的问题 能够给香港带来长治久安 香港国安法是香港社会和人民的保护伞 这次的违规 慶祝违规最不同的就是 我们昨天通过了港区国安法 这个是对我们大家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还有一个新的怀持 现在所有的船上都是慶怀归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很值得我们大家 抱天同兴 为香港的未来祝福 我今天生存很开心 很快乐 因为今天特别与众不同 今天是香港回归23周年 23年来我们日日都盼望这日 因为国安法通过了 香港繁荣稳定 有希望了 我们为香港明天更为好 吩咐 为我们祖国的繁荣福祉吩咐 礼品 谢谢大家